那大家在G0V這個圈子裡面啊 基本上都會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會什麼 那我可以幫上什麼樣的忙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G0V這個組織是不是 只有工程師才會幫上忙 感覺一言不和諧 Side Project好像Side Project 都是工程師的事情這樣子 但其實我覺得 你只要有願意想要關懷公民議題 或是你自己就有關懷的議題 那自己想要Lunch一個Side Project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樣的角色 你現在工程師也好 像大致設計師也好 或者是他是被推坑的也好 或者是他今天是一個研究家 他是一個博士 或者是他是不住在台灣的人 那他們其實只要有想要關心這些議題的 都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都可以在G0V裡面做個提案 那甚至一言不合就開始動手做 半夜就開始動手做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的議題其實蠻特別的 這位講者應該說 這兩位講者他們現在目前是在舊金山 那現在應該是疫情正嚴重的時候 那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也沒有辦法飛來台灣 所以這一次的Check裡面的話 有蠻多都是從國外的講者 那他們可能用 預錄的方式所提供的影片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主題就是COVID-19走足歧視 但是數據不會 這兩位講者的話是James跟宜萍 James的話他是一位數據專家 那他現在在美國的藥廠 當數據的應該是研究師 所以他不是一個工程師 他也不是設計師 他是一個博士 然後他是一個研究者 研究學者 那宜萍的話 他也不是工程師 甚至他也不是設計師 甚至他也不是研究生 他就是一個創業家 甚至他是一個算是可能本業吧 我覺得他是寫部落客 喜歡寫文章的人這樣子 那他們看到這些問題之後 那他們也嘗試去做一些試切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人很單純的 就單純想要解決問題 那你就動手去做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播放我們的影片這樣子 聲音好像沒出來 稍等一下喔 看一下聲音的切換 接著看到統計數據對重症 好我們重來一下 好 reset 大家好我是James 我是怡萍 那我們這組要講的是 COVID種族歧視 但數據不會 我們的agenda 一開始會講到COVID 對少數主義的影響 接著看到統計數據 對重症風險的差異 以及data在社區面 跟生技面的應用 最後呢 台灣數據的應用 那在我們一開始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帶大家來看到一個小故事 左邊呢 是有錢的理查 右邊是貧窮的保拉 他們兩個年紀差不多 在一場宴會中相遇 理查他很年輕的時候呢 就成為人人稱羨的企業家 保拉他則是端盤子的服務生 旁邊的人呢 就問理查說 你的成功秘訣是什麼 理查說他最受不了的 就是白白端在他眼前的東西 可是呢 當我們去回顧看 他們兩個從小的成長過程呢 我們發現事實上其實是 理查的家境很好 保拉的家境不是很好 理查他們的家裡很溫暖 而且有很多書還有很多食物 保拉他則是父母常常不在家 而且他們家裡很潮濕又很吵鬧 到了上求學階段的時候呢 理查的父母對他盡心盡力 然後他如果考試考不好的時候呢 他父母就會恭喜他補習 那保拉呢 則是他爸爸媽媽雖然也很愛他 但是他們常常不在家 因為為了維持生計 他的父母兼職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上大學呢 理查進入了一流的好學校 然後他的學費都由父母來支付 然後甚至父母會攻擊 他們自己的人脈 會以理查的未來鋪路 而保拉呢 他自己半工半讀的 完成了學業 他還要一邊照顧他生病的父親 他們兩個呢 就這樣子今年累月下來了 逐漸產生很大的差異 而這樣的故事 希望可以在一開始呢 慢慢的放入大家的心中 我們一開始呢 會做這個題目 是因為對這樣子的新聞很有感 像是我們看到非裔拉丁裔 在新冠的致死率是白人的兩倍 然後還有看到就是黑人在 COVID的死亡率的風險是很高的 那這樣子讓我們才是一個疑問 是說難道種族的生理構造 真的會影響COVID的感染 和死亡的風險嗎 看到這樣的報導 我們自然想要說去用數據來作證 這張圖呢是有關COVID tracking的project 它的來源是人口普查的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 由上而下是白人 黑人 西班牙裔跟亞洲人 那很明顯的是可以看到灰色的部分 是人口比例 可以看到黑人跟西班牙裔在 紅色的死亡率跟橙色的橄欖數 都有特別突出的現象 這個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他們黑人跟西班牙裔的人口數 沒有這麼多 但是他們的死亡率跟橄欖數 卻不成比例的突出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到第二張圖 那這個代表的是不同城市的影響 例如像大城市紐約 主要城市芝加哥 還有就中型的城市DC 還有一些偏向的城市 可以看得到的是 左邊是人口比例 右邊是死亡率 都可以看到 人口數沒有這麼多 但是到了死亡的時候 是明顯呈現上揚的一個情形 因此呢好像從以上得到一個結論 是說美國各地的非裔 拉丁裔社區 他們在COVID的期間 是受到更大更沉重的打擊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為了瞭解這件事的答案 我們開始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所以為了瞭解事情的真相 我便用手邊現有的 Chinese電子病例的資料來談究竟 那什麼是Chinese Network呢 Chinese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病例網絡 它涵蓋來自30個國家 4億人口的電子病例 包含了基本資料診斷用藥 以及各種的檢驗結果 這次採用的是其中的Data Wars網絡 裡面包含了全美42個醫療網絡 涵蓋約整體約2%的COVID變換 為了確保我們所汲取的是確實的COVID病患 我們採用了雙重認證標準 一個是用國際診斷碼 另外一個是確保他們有檢測 發症的結果 有了這些定義的COVID病患呢 我們就用多變量回歸 邏輯師回歸找到跟COVID重證有關的危險因子 那這張圖該怎麼看呢 圖中的下面的數字代表的是Rs Ratio 那其實就是各個因子中 重證對比輕證機率的比值 所以比值為1代表兩個機率差不多 比值如果大於1的話代表更容易重證 小於1代表比較不容易重證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邊列出來的因子 下面幾個都是跟主義相關 對比白人來講 黑人拉丁裔跟其他主義 甚至是未知主義 他們都叫白人眼眼有較高罹患重證的風險 其他一些像是基本的一些資料 像是男性年齡還有抽菸死 也都有較高的重證的機率 然後這下面是一些慢性疾病 像是心肌梗塞、心肌衰竭、糖尿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慢性腎病 這些也都相對而言跟重證有顯著的相關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看到 跟死亡相關的危險因子 對比重證呢 族裔方面拉丁裔的比值 似乎比剛剛的重證的危險因子還要低的一些 不過總體而言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少數族裔它對致死的危險因子 對比白人還是比較高的 同樣的一些基本的像是男性年齡跟抽菸死 這些也都是有相關 然後我們也同時可以看到 常見的慢性疾病也是一個很強烈的危險因子 所以總結這兩個研究給我們帶來一個歧視是說 除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資料跟主意以外 其實一些慢性疾病呢 對於致死或者說重證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危險因子 所以回到我們的題目是COVID種族歧視嗎 它是不是歧視有色人種 那我們在觀察到一些表象後 會覺得COVID好像有歧視 但事實上如果我們抽絲剝繭 用更多的數據去了解和索證 就會發現真正的危險因子 其實是跟慢性健康狀況有關的 那我們再來思考一件事情是 為什麼有色人種他感染COVID的死亡率是特別高呢 就是即使我們控制了剛剛所提到的慢性健康的因子 事實上其實根據很多的醫療專家都講到 其實真正的危險因子最主要的來源是貧窮所導致的 首先大家可以想到說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的脈絡 可以稍微可能發現到一件事情是COVID的脆弱性的影響 是比我們一個人是否真的保持社交距離還要來的複雜的很多 那再來有一個很尷尬的事實是 對某些人來講維持社交距離可能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對某些比較貧困的人來說 比如說貧困的美國人貧困的有色人種的人等等來說 是非常難達成的因為他們可能要工作 可能有交通需要以及住房的配置等等 都讓他們很難真的維持一個隔離的社會隔離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到為什麼有色人種的風險比較高呢 除了剛剛所提到的健康狀態 然後非裔成年人的過胖率也是比其他族裔還高的 然後還有非裔成年人在高血壓的情形也蠻明顯的 比較大這樣子 那還有系統上的歧視醫療保健的獲取跟應用 許多人沒有錢保險 還有職業勞工階級在COVID的期間是沒有辦法work from home的 那還有收入貧富差距住房擁擠 還有缺乏營養會影響免疫力 以及最後一個比較需要提到的是說缺乏檢測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COVID的剛開始的情形的時候 還蠻多檢測是說你開著車去檢測,檢測不用下車 那很多人貧困者其實是沒有車的這樣子 因此這個病毒大流行它其實是加速喚起我們對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貧富不拘,醫療衛生不足,住房擁擠等等的社會問題 去想這些問題的存在這樣子 因此這場危機它其實真的揭示了我們貧困弱勢者 比較辛苦的一面 我在四五月的時候呢 美國的疫情那時候很嚴重的時候 我在獨立評論寫了一篇有關於無家可歸者的人道問題 可能是所有人的健康危機的文章 那這篇文章主要是在探討說 其實少數人的災難將會影響所有的人 那除了無家可歸者他們本身自己是高危感染的族群之外呢 他們即使感染了也沒有辦法真正的得到很好的治療 因為他們沒有錢嘛 所以他們就算是醫院接收了一下之後 他們很快又會回到街上 那他們晚上的時候呢 會再回到就是庇護所 就是安置的庇護所 那庇護所有很多的無家可歸者 又沒有辦法保持正常的社交距離 所以又會傳染給其他無家可歸者 那影響所有人的部分是說 當這些無家可歸者 他們白天又回到街上的時候 流浪啊 然後很多人來人亡 所以會有點像是 又再將這樣不可變的一個因素 傳給更多的人 然後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健康這樣子 因此如果能盡早的找到高危族群和高危社區 是對公眾健康最大的注意 那社區如何防範呢 美國他們有做一個就是有關於慢性健康 和社會脆弱性的一個社區的脆弱性的評估 他們根據有關COVID病發症的六大指標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總體的這個圖是說 如果紫色的部分是比較高危的狀況 潜色是比較低危險的狀態這樣子 那這個地圖呢 是大家都可以去看的 他們點任何的一個地圖 或是任何一個細小的社區 都可以看到剛剛講的六大指標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社區它的脆弱的健康余佛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個實際裡我們比較近的案子 是舊金山的Mission區 他們是由拉丁美洲共同體的一個社區組織 做了一個案子 大家可以看到根據提供的數據可以看到 左邊呢 他們在人口組成的部分 拉丁裔佔了大概44%左右 而白人大概佔了37%左右 那這兩個族裔是大概人數是相當的 可是大家看到右邊的圖 右邊就是有關於COVID的檢測呈現陽性的部分 可以看到95%都是拉丁裔 而白人好像沒有什麼感染的情形這樣子 那我們進一步再看到說這些感染的西班牙裔 他們的射精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為什麼感染的情形比較高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COVID的期間內 90%的人是沒有辦法真的在家工作的 然後以及他們的年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的人 佔了88%以上 然後以及他們平均的房子住了多少 大概三到五個人這樣子 比較擁擠 因此社區到底如何防範比較高危險的狀態呢 有幾個可以做的部分 像是提供更多的個人衛生的保護措施 然後還有更多的免費檢測站 以及提供前線工人一些生活津貼和有薪的休假 那第五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可以公佈更重要的人口的統計數據的部分 那因為透過地點啊性別啊年齡等等的數據 是可以提早為危險做準備的 而這些數據呢 他們可以提供社會科學家 公共衛生專家 醫療人員等等的聚焦少少的資源 把資源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而且也能像一些比較好的社區學習 例如說俄亥俄州呢他們的黑人死亡率 是沒有明顯的像其他州這麼嚴重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研究說 為什麼該州是存在著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能有意識的覺察到說 哪一個社區表現的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去研究 然後以便達到真正實現公平的一個關鍵 那剛剛怡萍講述了政府相關部門 如何在社區中 就是找到需要幫助的弱勢 然後更進一步的去公平的分配這些資源 其實呢在製藥的生意產業也有相關的作為 就拿我們公司本身的藥 Atherma來說吧 一開始我們在用Atherma做COVID-19的試驗的時候 我們那個一開始的臨床試驗叫COVECTA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左邊這邊 COVECTA的主義的分布 大概就是跟美國整體主義分布差不多 可是呢隨著疾病就是散播越來越嚴重 我們發現其實藉由現實數據 我們發現在一些少數主義方面 因為它有多因子的貧困環境 有一些各種弱勢 然後呢 同時呢 他們也因為叫不送是在醫療上面 我們並不了解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之後我們便開啟了所謂的impact trial 然後你可以比較COVECTA的impact 可以發現在impact方面 我們就是更加增進了少數主義的百分比 來更加的了解他們的醫療需求跟人房效益 那數據的重要性呢 剛剛提到像可以對社區的脆弱 有更早的評估和防範 那也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真正的危險因子 然後達到真正的公平正義 那一個很難讓人忽略的一個有關COVID的事實是 不會遇到哪一種災難 就是對貧困者來說都是一個很巨大的影響 那作為一個社會的共同體 其實這樣子的災難 他們是暴露了我們怎麼組織社會的一個 還蠻殘忍的現況 所以剛剛講的其實數據都是數據 但是我們是不是能真正了解 數據背後這麼大的一個社會系統 然後巨大的社會 重要的 而因為每一個的數據的背後都是失去的生命 還有受影響的生命 它可能都是我們的家人跟朋友 因此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更懂得數據 背後到底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台灣在數據方面可以怎麼樣的更加的應用呢 像剛剛提到美國他們有繪製的 像是社會脆弱性的一個查詢地圖 那他們是根據COVID的六大指標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思考說 台灣的指標呢 台灣怎麼樣的指標是比較更明確的 代表台灣的社區社會的脆弱性 以及呢台灣的數據還可以怎麼應用 就是大家可以想嘛 接下來我們即將要面臨的是疫苗分配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數據 比如說知道哪些人或是哪些社區 他們比較容易就是受到危險 那我們就可以在疫苗分配的時候呢 有一個優先次序 把疫苗先分配給我們覺得比較需要的人 他們優先使用這樣子 那台灣的數據可以怎麼應用呢 我們也可以去思考說 接下來台灣會面臨一些像是银法危機 食農危機 城鄉危機等等的問題 以往我們都是看設計不平等 城鄉資源不均等這樣子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有更多健康數據的使用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指標 是有關於健康不平等的部分 那同樣的來看看台灣數據 在生計製藥發展的運用 所以我們剛剛整個故事講起來 就是我們看到COVID爆發以後呢 我們去分析現實的數據了解說 其實有一些小事主義 它是因為一些不同的劣勢 造成他們有不同的需求 跟或許需要特別被照顧 所以我們藉由了解這些 就是現實數據的結果 針對弱勢的主義去做R&D 那同樣的場景同樣的思維 當我們想說 今天有一個新式的療法 想要再看看在亞洲 對亞洲人的效益 我們同樣也可以用現實數據 來了解 亞洲人有什麼樣的需求 台灣人有什麼樣的需求 然後針對這樣子的數據 然後再來做更適合亞洲人的一個研發 那在我想起來呢 在我看來 以台灣的數據來支持這方面研究是再適合不過的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因為大部分都是用美國的數據 那我們可以現在比較一下台灣跟美國 那台灣在保險來講 因為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就是唯一就是全民健保 它整體涵蓋率大概是99.9% 涵蓋率非常的高 對於美國即使是最大的保險公司 United Healthcare 也大概只有占了14%的一個涵蓋率 那更不用講了 那多年來 不管是為福布還有政府機關 強力推行的病気電磁化 資料的整合 還有整體資料的品管等等 也都不會是眾多系統 而且服務員條過的美國能夠比擬的 那同樣來聚焦亞洲來看看 哪靈近的像中國相比 先來講就是保險資料 中國大概是70%的涵蓋率 而且它沒有辦法跨年串年 更不用去提說 其他病歷電子化的程度 還是資料整合 整體而言都根本就是不是同一個level的 那所以整體如果我們要講說 台灣數據是台灣的國家保障 我覺得也真是不為過 這樣講起來可能有點抽象 那我就來講一些實際台灣數據運用的例子 那我們剛才在講說我們用了trainetsdata 然後其實像今年蕭島的時候 在台中的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他還加入了trainetsnetwork 然後同樣運用和commondatamodel 在保護品師 其實增加細節可理性方面 達到一個不錯的平衡 而且這些加入這個network以後 他們也可以帶來更能夠易用的 一些臨床補助跟分析工具 為台灣的醫生或者是病患增加一些其他的補助 然後增加補值這樣 另一類的方式 只是採用學術合作的方式 那怎麼做呢 就是採用同樣的分析條件 然後我們今天就用同樣的條件 分別去分析台灣跟美國的資料 之後再一起來看結果的異同 這個可以用來了解疾病的發生率 是怎麼樣的不同 那以後可以找到說 怎麼樣可能更適合台灣人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比較免疫趨勢 病患它嚴重感染症的耗發頻率 然後做於之後 比較新式的療法像是免疫抑制劑 如果說在台灣它可能比較容易發生嚴重感染症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調整這個抑制劑它的適用性 或者說療程等等的 不管是像任何一個 整個例子都是能夠增加台灣病患的估值的 所以總而言之台灣Can Tell 台灣Data Can Tell 可以運用到下面幾個面向 第一個當然是找到更適合台灣人 或者說更進一步推廣到亞洲人更適合療程 就不會有以往的疑問說 這些藥物都是西方國家所研發的 那可能不適合華人 因為我們現在就排出這樣的可能性 再來因為亞洲缺乏數據 台灣可以當作指暴性的角色 推廣到亞洲人更適合療程 就不會有以往的疑問說 這些藥物都是西方國家所研發的 那可能不適合華人 因為我們現在就有數據可以作證 去排出這樣的可能性 再來因為亞洲缺乏數據 台灣可以當作指暴性的角色 不管是輸出這樣的經驗也好 或者說趁機招攬提升 台灣的整體能見度也好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方的方向 再者台灣可以應用這樣的優勢 去參與醫療資訊相關的一些產業的發展 帶動一些經濟效應 所以有台灣的這些優勢 加上FDA進行強調的21世紀治療法 然後醫療環境也漸漸能夠接受限時數據 跟個人化醫療以及AI的發展等等的外輔條件 我相信台灣也可以用醫療大數據 作為一個次世代產業發展的方向 以上便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設備就是陸續有一些異常 然後我們現在講著已經在線上了 然後他們接下來會來為我們進行QA的部分 那大家也可以使用就是SIDO的部分來進行提問 請問江澤聽得到嗎 聽得到聽得到 聽得到聽得到 現場有問題嗎 現場有問題嗎 或是剛剛如果就是播放過程有 沒有就是可能因為中間訊號不好 有斷掉的部分也可以問他們 那我們那個SIDO的連結會是在那個大會共筆裡面 就是在網路網站的議程表上面有一個大會共筆的連結 裡面就會有SIDO的連結 那我這邊也可以拉上來 那再來有現場提問也是可以的 居然沒有人問那我問個問題好了 如果根據一樣的research scheme 就是剛剛James跟怡萍分享的這個題目 這個是research scheme 你們如果在台灣或亞洲可以拿到任何你想拿到跟政府 或者是跟這些工位有關的data的話 你最想要拿什麼樣的data 尤其是台灣來做類似的研究 其實這個data就怎麼講呢 就是任何data都可以用 就是像是健保資料 或者說是像是電子病例 當然如果能夠整體串連起來的話 當然我們能夠喊乾的面相會更光 然後其實是要看想要回答怎麼樣的問題 如果說是比較像是公共衛生相關的問題的話 其實運用像是健保資料庫就已經可以健保非常多 只是怎麼說 就是這幾年政府也有慢慢在開放這些資料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除了學術當中以外 能夠有更多人能夠運用這樣的資料去做更多的研究 就是覺得有點像CrossRossing那種感覺 就是可以去做這樣子 對 伊萍跟靜伊 維維 你聽得清楚嗎 現在我是哲服我是哲服 我現在聽得到你們 OK 可以 他有什麼聲音到時候聽得到嗎 聽得到 因為剛才那個PCC那邊聲音太大聲了 因為他他人在現場 然後他都是收到一大堆現場上一個QA的聲音 所以我聽不到你們 對但是現在我聽得到 OK 對 OK 不好意思 會突然臨時請你們換到這個地方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所以現在是直接要提問嗎 還是 因為他剛剛有回答提問的 然後不確定有沒有聽到的 喔 好 我再確認一下 不好意思喔 所以你剛剛有嗎 有 有 剛剛都有回答到 但是他們現在其實是這樣看到的 有聽到我們的聲音嗎 他們應該是從直播看的 他們應該是從直播看的 他們從直播看的 對 那應該會有delay 可是感覺不太像 應該是有 你已經被 色為靜音了 哇 還是 我 救命呢 啊 有了有了有了 有聽到我們的聲音嗎 剛剛我們 就是回答這個時候聽到 然後 呃 就是請 蔣威強的 蔡下CYD上面有問題 啊 OK 你直接用麥克風講 你用麥克風講 呃 我先 照順去 第一個是 問說 如果用健保資料庫分析到城鄉城級 是否會有隱私權的疑慮 其實這部分大家倒不用多慮 因為 呃 等到它匯集到一定層級的data以後 呃 就像美國這邊的做法 就是像是 呃 像是地區方面 我們並不一定會給到 像是城鄉這種這種那個 這種這麼細微的範圍 通常都是只有到 譬如說我們那個 美國這邊 呃 像是 油地區要有五碼 他大概就只有給到前兩碼 然後像是年齡的話 呃 大於85歲以上 跟小於一定年齡的 都會把它打散 不會顯示出到底有多少人這樣 所以其實這方面我覺得 倒是可以多運用就是 美國這邊的經驗 因為 這邊其實 啊 在影視方面 都不會有這樣的疑慮 因為 我們也不可能這樣 照這樣的資訊去回溯到 要去追查 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 它那個連結是完全打斷的 所以倒不用擔心這樣子 那 台灣醫療資訊豐富 它的開放程度 嗯 這是一個有點難回答的問題啊 因為 嗯 就是其實健保資料 已經開放一段時間了 只是因為 呃 大眾普遍對於健保資料的隱私權 會有一定的疑問 呃 所以呢 就是 就是變得有點像燙手山芋這樣 沒有 沒有人真的敢去就是推廣這件事情 那 所以現在健保資料就是只有 呃 學術機關 然後你要透過申請 然後呃 那個方式非常原始 你要到他們的電腦去用硬碟下載他們的 data 然後 現在好像最新的規定是 你根本不能下載 你要在那裡面吧 完成所有的分析 所以 嗯 是覺得這個 這個資料很好 然後 我覺得如果說 有一個完善的系統 可以就是 嗯 就是 就是能夠 嗯 animalize 的話 我覺得倒是不需要去擔心隱私權的問題 對 對 台灣的資料庫是 的確只有提供學術實用 最近有提供一個就是 嗯 就是已經 就是 去世的一些 就是近期試世的一些 國人的一些 data 呃 給就是除了學術官位以外的人用 可是那個 這個用起來當然也會有它的限制性在 那 當然就希望說 這方面能夠廣泛的討論 然後 嗯 大家能夠有更幾次廣益 怎麼樣去推動台灣這個數據這樣子 嗯 嗯 那分析這個資料遇到的問題 嗯 其實 多少少就是 嗯 我會 個人比較喜歡做的方式就是說 欸 有一個問題以後你要去去找說 嗯 怎麼樣的人是符合你的定義 然後 你有一定的學術假說去去定一些人 然後 嗯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就要去摸索哪些 就是譬如說 欸 你要不停的去看說你這個定義合不合理 去看他們不同一些特質啦怎麼樣 然後回來不同的去更新你的 嗯 就是你的病病例 不管是你的cohort的definition也好 或者說你的破路啊各種definition也好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蠻花時間的一個過程 然後 我覺得就是要多多的去 呃 去看 去不同的方向去看同一件事情 看說欸 這東西是不是符合我們就是我們的假設 我們的假設這樣子 嗯 然後再來講 嗯 數據呈現非白的新冠確診比較高的情形 嗯 其實就像剛剛宜明講的就是 對於某些社區我們剛才可以看到像是一些 呃拉丁裔 呃比較多的社區 然後 他們會針對這群人去看他們會有怎麼樣的需求 那像是那個剛剛我們講的那個Mission那邊的那個社區來講也好的 他們就比較去提供那些譬如說 呃一些我們叫Essential Worker 就那些人他必須去工作那些人 然後如果他家裡有很多人住在家裡的話 可能就提供他們去去外面有一個地方住 讓他不一定接觸到那麼多人 或者說提供他們一些口罩啦 手套也好 然後也廣設篩檢 這樣其實這方面就是政府注意到以後 他們都還蠻就是直接去提供這樣的一個協助的 嗯 然後剛好在呃我們 因為我們是預錄嘛 預錄之後然後我剛好又看到新聞說就是這邊的一些大學 就是舊金山這邊的大學 然後他們有呃因為有這樣子剛剛講白人 非白人的情況比較嚴重 然後他們就開始有點在培訓當地 比如說有一些呃學校作為指標 有點叫做指標的角色 然後他們利用學校的資源 然後呃為當地提供更多的呃就是譬如說 呃錢啊人啊資源 然後去賠賠利就是叫什麼empowerment當地的人 可以更更跟資料連 跟醫療資源連結這樣子 嗯 那提到健保建議開放死人黨研究是會取得家屬同意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就需要大家更廣泛的討論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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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去追溯到個人的 然後這個東西只要一開始他RB寫好跟他整個particle寫好跟他的那個就是匿名這個方式都去去做呃取消連結的話 我覺得大眾倒不需要去太擔心說這個東西會不會寫到隱私 那當然也就不會有取得家屬同意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一個整個很大的一個議題 那我個人來講當然我也非常的尊重 呃就是所影私權還有同意這件事情 in front of consent這件事情 只是嗯就是就這個健保資料來講啦 或者說就電子命運來講 因為嗯 所以外面的經驗非常多 我覺得是可以更廣泛的討論說 就是更更更多元的一些對話來取消這樣的疑慮這樣子 嗯 那疫苗分配可以透過數據來幫忙一些具體的想法呢 嗯當然現在檯面上的一些都是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像是一些前線的工作人員嗎 還有老人還有其他的就是嗯 一些感義感受的族群 那我們只是提供另外一個面向就是有時候有一些族群 並不是我們先入為主會想到他是比較需要特別去照護 或者說比較需要特別去接觸的一群人 像是一些嗯我們可以用有一個方面想就是說 醫療方面誰比較不會有接觸到這些資源 或者說嗯某一方面來講 可能就是在台灣可能沒有健保人 那就是一個發想啊 就是就是不同的發想說 在健康方面有一些弱勢的人 因為這些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角度 就是說嗯因為我們比較少去想到這個角度嘛 那像剛剛一平講到的就是有一些健康弱勢 一些指標像是一些啊高高高發生率的一些啊 慢性疾病的區域等等的我覺得也會是一個好的方向 一平你有補充的嗎 對因為剛剛提到是說因為美國他們有就是社會社區的這種 呃根據高維指標的一些脆弱 然後去分析哪一個地方他們必須要更有更多的資源去幫忙 那那個時候我就是簡報上我只是提出另外一種想法說 欸台灣是不是也可以根據台灣 比如說亞洲人台灣亞洲然後比較容易有的一些脆弱的指標 會製成我們自己台灣的社區脆弱地圖 那這樣如果說疫苗分配我們真的資源不夠的情況下 我們的確可以先把這樣子的資源分配給我們認為比較脆弱的地區 那只是說提供台灣一個可能的想像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題再講說台灣要達成指標 然後開發亞洲人的用藥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一步步做啊 那當然希望政府可以有一些配套措施 能夠有更廣泛的一些連結 據我所知像去年還有今年都有跟像是我們羅斯藥廠或者說其他藥廠簽訂一些我們叫做各文化醫療的一些備忘錄 所以就是希望能夠更有一些實質化的一些連結 那當然不一定就是說要特別針對某一個藥廠或某一個需求去打造這樣的資訊平台 只是我是覺得這個對話可以開始就是說這樣的數據我們可以怎麼樣應用 因為整理而言我覺得台灣在各個就是infrastructure方面都已經非常的成熟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放著這樣子我就覺得有點可惜這樣子 然後當然那時候哪一種資料當然是比較好用呢 當然就是越有點貪心的講就是當然如果連結越多是越好 然後對啊就是有電子病例有如果要連結那個就是健保資料 那當然是最完善的一個data 那對啊我覺得這都可以討論就是對啊 因為那只是我們只是提出一個可能性就是說這樣的data 除了在學術上面可能有一些發展的空間 事實上在整體在產業界來講大家也都非常的想要去運用這樣的資訊 為國人或者說為亞洲所謂的亞洲的一些居民提供一些福祉 所以我覺得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蠻值得發展一個方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